可以齁 好 大家每次看那個收視率就覺得那個傷心啦 你知道 ok 好 自己覺得很好笑 ok 這邊我們現在看好了 呃 對啊 我也不知道好笑在哪裡 這裡有一個Visual Tool 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再打開來 Ctrl C 這邊回到Maya這個地方 開檔案 Visual Tool打開來 其實Maya到後來2018 已經又改一堆了喔 所以各位 這個 大家自己保重 好 我們現在打開 GraphEdit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現在要講什麼東西 再講Friend FriendO跟FriendSelection 還有AutoFriend這個功能喔 那 這邊選到Translate Y 然後我們要看的是Vue下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AutoFriend 如果我把它關掉 就選其他的 比如說我這樣子 OK 好 這邊 FriendO 不會懂 FriendSelection 我也沒有Select半個 我有啊 我有選到那個Translate Y 可是我沒有選到線喔 所以 好 所以還是真的要用這個 就是AutoFriend AutoFriend 真的最方便 AutoFriend 就自動幫你把它整個 就收到適當的大小 其實還有一個功能 是這樣子 快速鍵A 快速鍵A 所以你在看這些Curve的時候 如果說你AutoFriend沒有開 其實它有時候可能踢過去 就不是你要的那個Tangent的外觀 像這個好了 不見了嘛 對不對 你就A按一下 它就跑出來 所以A跟F 跟這個一樣啊 這邊的FriendO跟FriendSelection OK嗎 A F 這個還有一個Shift A跟Shift F 知道嗎 好吧這個其實也蠻無聊的 不過可以弄給你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有四個視窗 對不對 OK 那你可能知道說像FriendO FriendO回來吧 回來吧 FriendSelection 哇塞也太扯了 為什麼要按快速鍵才行啊 按這個反而不行 A A 出去 FriendO回來回來回來 算了算了算了 OK你看了 Shift A 四個畫面全部都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 好 那如果說場景裡面呢 我選一個東西好了 我選 我只選這顆球好了 欸球可以選嗎 還是我做個方塊好了 Polygon cube 好你看到 Shift加F 有沒有看到四個視窗 剛好都滿版 Shift A就全部出來 有注意到嗎 看得到嗎 所以就是 FriendO快速鍵是A對不對 FriendSelection是F Shift A跟Shift F 就是四個視窗同時作用 OK嗎 好 就是 那個扯一下的這個功能 然後順便混一下時間 好我們看一下 好再回來看這邊 好現在呢 我們要討論的是 選到Key以後呢 你看到這邊的 這是什麼東西啊 左邊是看到影格 右邊是看到數值喔 所以我們現在選一個 比如這個好了 這是第13格 然後它的數值是 4.392 如果你切到DopSheet 你可以從這邊 WindowsAnimation EditAnimation DopSheet 打開來看 這個KeyFriend選起來了 所以這邊點到應該 欸 這是因為太多value嗎 對太多value 所以我要把它展開來 OK OK我終於看到了 我現在要看的是什麼 Translate Y 有沒有 43 4.392 OK嗎 所以就是KeyFriend的 怎麼去看 它的兩個空格 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它的數值 好 繼續 OK 然後這邊呢 有個叫Spreadsheet 這個其實也蠻有趣的 它是一個 像錶單一樣 告訴你說 每一個Key 它的時間跟數值 還有它的intangent 跟out tangent 這個懂嗎 intangent out tangent 知道是什麼嗎 這個是intangent 這個是out tangent ok嗎 in跟out ok嗎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先把它選起來 然後就去看它的tangent 剛剛是在view 是嗎 spreadsheet在哪裡 spreadsheet你在哪裡 啊 curve下面嗎 ok 還不錯不錯 機器很好 厲害厲害 我是真的忘了 我現在都不太想記這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下一版可能 就不知道死去哪裡 所以你知道 這個指定超重要的 每一版都要看它 就是這個新指定死去那邊 如果那個指定連名稱都改了 我跟你講 就只能上網去查 對 要有心理準備喔 2016是一個很久以前的版本 哈哈哈哈 2016 2016.5 然後再2017 2018 對 那你看這邊有intangent out tangent 還有像每一個關鍵影格的時間 時間在這邊 然後這是它的數值喔 所以我們選一個來看看吧 這 ok 應該是吧 對 這跟剛剛spreadsheet的第一個空格是一樣的 好 再來 這個可以直接輸入數值啦 這我就不示範了 有點蠢了 這個看就知道是可以直接輸入的 好 全部取消選取 好 我看我到底要講什麼 select on snap ok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定喔 snap 好 這是幹嘛呢 我跟你講這非常重要喔 第一個 select on snap 在哪裡啊 curve 我每次看完自己講義我都會忘記 哈哈 糟糕 add snap 然後呢我看一下 add select on snap 對對對 開始這邊這個指定非常重要的 好 你現在可以看到呢 on snap沒有一個對不對 我現在故意把其中一個key改成時間是沒有snap到的 它這個是第13格對不對 好我現在故意把時間改成13.1 然後呢我們先取消選取 現在只有這個key是被改過的 它是不是馬上選到 好 為什麼這個重要呢 因為動畫 有學過 它的規格 是不是有好幾種 比如說每秒24格 每秒25格 每秒30格 每秒15格 這學過吧 好 所以呢 每一個動畫師 他可能會有一個習慣 比如說他記得 跑步動作 是每秒24格的規格 還是他的跑步動作是每秒30格 懂我意思嗎 你會有一個習慣 所以呢 你key完以後呢 你要切到另外一個規格 把整個mile的動畫 切到另外一個規格 要怎麼做 就是換了這個 這個 他的這個setting 就是比如說 從film切到NTSC 以後 他就會變得是每一個關鍵影格 本來這個時間都是整數的 他就會變成不整數 就是有小數點 懂嗎 所以呢 你要怎麼辦 因為小數點問題很多啦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一個功能 就是 選到那個 不是整數的那個 key以後呢 再用這個指定 snap 他就會貼附再變成整數的關鍵影格 你看 這個現在是13.1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edit snap 有沒有看到他就變整數 懂嗎 所以這個是在什麼時候用 就是你動畫在切換規格的時候 你用 懂嗎 很重要喔 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editsnap selectonsnap 不要以為這不重要 這其實居然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些人都專門key 電影的 所以他就是都記24格的 當他的東西變成 比如說像是歐洲規格的25格 對不對 像每日台的30格 那一變換 他的關鍵影的位置就要改了 懂嗎 就變成小數點 就不用這個方法去切換 好畫面還給你 大家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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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